我叫张一鹤 这是我的老伴平儿 我们要结婚了 办一场有婚纱 有鲜花 有掌声的婚礼 这个婚礼啊 太漫长了 我们等待的太久 太久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好像只有一半 为了找到另一半 在这世界行走 平儿 我是那么幸运遇见了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给你小朋友 谢谢阿姨 那么又自己出来了 太早赶紧来不及了 你要去哪 我要结婚了 亲爱的平儿 我就在你身旁 而你却忍不住我 不好意思师傅 您久等了 请您上车 师傅 雅松居 好嘞 让你在家待 你偏要出来 化妆我只找张姐 那你化成了吗 行 今天呀 你是新娘子 你是老大 你们这是要去参加婚礼啊 是我的婚礼啊 你是新娘子啊 师傅 麻烦换个频道 换个月的频道 我两个人还想要发帮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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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们到家了 平儿的记忆是那么脆弱 被时间腐蚀着我们的美好 如果它站在原地 就会被记忆的废墟掩埋 但是平儿 你不要怕 有我陪着你走下去 哪怕我继续做你暂时 或者永久的陌生人 我们来得及 放药底下 六十八 六十九 六十 七十 我该取婚纱了 你曾经告诉过我 一个女人 无论是否美丽 是否富有 当她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因为婚纱赋赋予她的还有幸福 期待和向往 这个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么紧 是不是我太胖了 这个婚纱太小了 人生才特别好 跟她梦纱太小了 我们情娱 明不得了 我心想有什么 我心想有什么 嗯 还要不得了 岁台南 明不得了 就走吧 我心想有什么 我敢猜 问你 那些个人 这是平儿的一个心愿 她总是憧憬着自己披着婚纱 踏上红盘 被人群和鲜花处拥着走上婚礼的舞台 然后我们这次婚礼的主题呢 叫原梦 一定把杨奶奶这样一个心愿 我亏欠了她四十年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这个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我向你们鞠躬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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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保持安静 婚礼马上开始 下面请大家伸出热情的双手 欢迎美丽动人的新娘 我美丽的平儿 今天我看着你 从红盘的那一头向我走 这一走 就是一生 一世 你是谁 新郎在哪儿 我就是新郎 你是新郎 那如果他不是新郎 那新郎是谁啊 张一鹤呀 他是沈飞的是飞员 那您讲一讲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是在青年公园 他说 他喜欢听歌 帅哥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一年后 他向我求婚了 嫁给我吧 我保证 我会陪着你一辈子 让你幸福一辈子 后来 你们到圣圣照相馆 照了结婚几件照 可是那你开了照片之后呢 发现那张一鹤呢 笑得难看 总想补拍 后来你们有了孩子 取了个名字叫张谁呀 没错 您是隔壁的张叔叔吧 您老伴生病了 您一直照顾着他 是 我是你隔壁的张叔叔 照顾老伴平儿 他病了 他得的这个病 会忘记一些很多的事情 有时还有办事曲线 那怎么办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对他的病情康复有好事 他就像个孩子似的 每天都会忘记一些从前的事情 最后 他连我都会忘记的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叫虎甲虎威 虎甲虎威 喝茶呢 来 慢点 好 好 你是 到我们家来玩的 可是不管他怎么样 我都会照顾他 冲着他 因为 我答应过你 会陪伴你一辈子 会幸福一辈子 陪着我一辈子 我保证 我会陪着你一辈子 让你幸福一辈子 年轻 我想过你了 还记着呢 你要不给我爸 我记一辈子 一辈子 你们这是要去参加婚礼啊 是我的婚礼啊 你是新娘的 奶奶 我到家了 来 欢迎一下 这个好看吗 是不是我太胖了 欢迎迎迎迎来 你们的新娘 入场 陪着我一辈子 幸福一辈子 陪我一辈子 幸福一辈子 你怎么老成这样 不过还是挺帅的 帅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有珍惜 也许人是梦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愿 也不得到你们 也不得到你 不得到你 感谢观看